政府5月推荐了书邦空中花园线电动火车服务 为民众提供全新的直通书邦机场公交选择 在免费体验服务超过半年之后 交通部今天宣布从明年开始收费 票价为11令吉 那同时也计划提升设施 打造更舒适的通道直达机场 放眼一年内提高3到5成的乘客量 交通部长陆兆福今早10点半 率领媒体团以及铁道公司代表 从吉隆坡中环车站乘搭电动火车 到舒邦国际机场一共耗时半小时 舒邦机场代表随后在会议上 向部长汇报舒邦空中花园线电动火车服务 以及未来的发展动向 最向耗资5亿令吉打造的设施 从5月1号开始免费让乘客体验 每一趟可以载客300人 一天共26趟班次 可为7800人服务 不过目前每天平均只有150人使用 从舒邦机场搭乘电动火车 到吉隆坡的中环广场 只需要区区的30分钟 而且目前还是免费的 不过为何可以搭乘7800人的火车 目前每天只存在了150人 那距离可能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虽然是说短短不到5分钟的距离 不过如果你要从舒邦机场搭乘电动火车的话 你除了要经过行人天桥之外 还必须下这个30多个阶层的梯子 之后来到现场还必须越过150米的路程 才能够抵达电动火车站 而这对于那些带着小朋友 或是带着行李的乘客来说 都是非常不便的 陆昭福也宣布内阁已经统一 舒邦空中花园线电动火车服务 明年1月1号开始收费 吉隆坡中环广场往返舒邦机场为11令吉 若是使用一处急通卡或是KDM卡 就能够享有一令吉的折扣 只需10令吉 至于舒邦在野往返吉隆坡中环广场 或是舒邦在野往返舒邦机场 则一律收费5令吉 无现金方式付款也会有50仙的优惠 陆昭福承认 目前火车站到机场的通道还不够方便 因此接话进一步提升 为乘客提供更为舒适的体验 Terminal Sky Park ataupun stesen kereta api KTM itu belum diintegrasikan secara sepenuhnya dengan Sky Park ini walaupun kita ada walkway yang berbumbung tetapi ia masih tidak memberikan kemudahan yang sangat selesa perancangan untuk kita membangunkan ialah berletakkan ataupun membangunkan satu link bridge dari stesen turun saja kereta api boleh terus ke terminal Sky Park ini 交通部将会与航空公司配合 进一步推广机场火车服务 希望能够在未来的半年到一年内 将乘客量推高到30%到50%之间 八度空间准思学员书邦报道 Terima kasih telah menont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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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